世界各國已經展開疫苗接種計畫 全國全球接種率最高的以色列 已經施打完成了四分之一人口 現在也著手替十六到十八歲的學生 接種 希望讓他們早日復選 而澳洲政府則是批准 正式使用輝瑞疫苗 預計在二月底開打 至於埃及和匈牙利 則是分別使用來自中國 以及俄國製的疫苗 丸其袖子露出手臂進行接種 在疫苗接種區出現大批學生前來排隊 趁著開學之前 以色列政府下令 替十六歲到十八歲的學生展開接種 力拼讓年輕學子們復學 準備高中及大學入學考試 全球多國已展開疫苗接種 人口約九百多萬的以色列 已經有四分之一的人施打第一劑 接種率領先全球 此外防堵變種病毒株 政府還超前部署 機場不見人潮 因為以色列總理宣布 自二十六號凌晨起 一週內的出入禁班機取消 除了貨運消防醫療人道救援 不在管制範圍 澳洲正式批准使用輝瑞疫苗 預計從二月底開始 替高風險人士前線醫護人員 展開小規模接種 預計每週可打八萬劑 另外疫苗大廠供應延後 使得全國疫苗接種計劃 要到今年十月才能完成 埃及的伊斯梅利亞 醫院外頭出現排隊人潮 疫苗接種計劃開跑第一天 率先接受施打的醫護人員 使用的是來自中國國藥集團 研發的疫苗 由中國國家藥監局認證 首款國產疫苗保護力 可達百分之七十九 現已批准上市 同時埃及衛生部宣布 已從各種途徑 預約了其他三種疫苗 共一億劑 讓全民使用 斗大字體寫著 史普尼克V一個個貨櫃箱 運抵匈牙利機場 西方國家向來對俄國生產的疫苗 抱持懷疑態度 但為了對抗疫情 匈牙利政府批准使用 成為歐盟第一個許可的國家 俄國近來積極推銷自家疫苗 如今打入歐洲市場 可能藉此提高地緣政治的影響力 公視新聞王博文編譯 指定的影響力 地震